字幕 примерно NO Future 恕起大木戈 你是大皆大 一身豪情 把天门 奸他 解桑不虛 你为什么太潇洒 打颂时旅野 你是一朵花 木桂云大姐大 娶个男孩会娘家 皇帝面前不下跪 敢爱敢恨 害怕杀 不敢跨海口啊 你是大姐大 应该说A去 就将那浪天灭了 学心将长 你尽情地在弯霜 山河出丹琴 你是一朴花 木桂云大姐大 金桂云雄正风华 一匹一拿成天地 敢做敢当 这头盔啊 中看不中用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 给人家送回去 爹 不用咱送 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再来啊 再来就给大山寨了 本来咱和杨家 你一尊我尽 那多好啊 你看让你整的 兵戈相向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 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出事了 出事了 小姐 干爹 杨祖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你看看 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来多少人啊 十来个 爹 没必要打听小怪吧 走 站住 你不能去 你再去 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爹 人家来了 你总不能不接待吧 是不是 我跟你说 不让你去 绝对不让你去 鬼影 你听爹说是吧 咱能不能这样 哪样啊 哪样 你听爹说 你听爹说 癞蛤蟆不长毛 随根 沐鬼影 你快给我出来 沐鬼影 沐鬼影 你赶快下马受降 本将军饶你不死 你看你看看 你饶我姐不死 小将军 你得把话说清楚了 下马受降 饶你不死 你是说我呢 还说你呢 你什么窝才 你说谁呢 快快下马受降 你看你说那话 脸红不脸红啊 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 抢了你的马 还擒过你 这会儿还吹牛呢 要我说你啊 你就是一酒囊饭带 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 要计谋没计谋 还预聊先锋呢 我看你啊 我看你啊 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 我看你也别出这么争了 这要到前线 真碰到辽军 还不得下着尿裤子呀 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 你那盔甲也甭穿了 穿着也没用 交出降印 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 比如说这个 杀猪能干吗 杀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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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羊 牵个牛什么的 对对对 如果你实在这些 都干不了的话 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 驾 对对对 真打呀 那 那你看老在这儿打 也没什么意思哈 再说你也打不过我 我倒有个建议啊 咱换个地方 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 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 乡村山姑的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 走 走吧 开热闹去 走 开热闹去 这真是的 整日里把宗宝都捧上天了 拿在手上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 是打出来的 那儿 加油我小姐 你这叫什么枪法呀 哪有什么章法呀 还杨家枪呢 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办了 你这叫什么枪法呀 砧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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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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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将军 为何停止追击 兵法上说 丢盔弃甲才是真败 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 没有看到兵器 将军怀疑有诈 走 跟我来 是 姑娘们 把兵器都扔了 小姐 把兵器扔了 杨总宝追上来怎么办啊 叫你扔你就扔 姑娘们 边走边丢盔弃甲 是 是 走 追上 快 快 走 我的口玉米 少将军 追吗 驾 驾 驾 少将军 怎么了 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 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 是啊 是 我担心有诈 慢点儿 走 走 驾 小心 小姐 这杨总宝怎么不追了 毕竟熟都兵书啊 没那么容易上当 木鬼儿 你不是想当骑兵吗 是啊 你看啊 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 不过啊 不作战啊 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 彩云 告诉姑娘们 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 分三路溃逃 好嘞 保证完成任务 走 好 保证完成任务 不怕你臭小子不赏的 小心 小心点 小婿 莫国 这边 这木不应乃是真败 萧将军 为何 跟我走 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驾 走 走 走 快点 快快快 快呀 莫国 你过来车不看路啊 你是驴儿 回来回来 往这儿弄点 过来 走 好 这儿这儿这儿 这儿这儿 来 来 还有这儿 好 好 快点 快 走 来 宫 真败 不仅丢盔弃强 而且还四处逃窜 从溃逃的方向 和散乱的脚步 就可以正式 少将军果然志谋过人 慈禅村姑 还看不出 本将军的大致 上次小败 只是本将军轻敌罢 驾 走 快 快 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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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驾 别这样臭小子 在这儿快倒霉了 看谁倒霉 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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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子还挺烈的行 要不要给你上个饺子呀 杨将军 我想问你啊 你觉得你配当着御辽先锋吗 要杀就杀 何必啰嗦 人都被绑了还冲好汉哪 宗宝啊 我今天呢 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 你说你这人吧 武艺确实不错 可就是不会用计 你说你刚才吧 我才激了你几句 你就火冒三丈 枪法大乱了 这要是到了前线 和辽军对仗 岂能不败呀 笑吧 你还不服啊 你这个人 不但不会控制情绪 兵法用的是太死了 我在后营一扬功 你就调兵遣将 你没听说过 唯卫旧赵吗 兵法上讲 丢盔弃甲不假 可是所学知识 都得活学活用 本姑娘说得没错吧 还想捉狗啊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 举起来 小心点 好 站起来 高点 再高点 谁让你站起来的 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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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的 要我说 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 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 哼再来还是背擒对不对 对 对 看着我 你们回去 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性 别动 听到没有 听着点听着点 你们都回去吧 哎我让你蹲下你听见没有 你蹲下 呦 小伙儿 长得挺俊腻啊 要不别回天波府了 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那跟你回木柯寨 能给小龙木吗 小龙木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吧 做梦娶媳妇 那也行啊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就不爱吃肉 我去爱吃菜菜菜花 太狠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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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都是哪跟哪啊 这 这 这明明是请君入望的小伎俩 这宗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这宗宝真被套住 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走 走 干吗这样看着我呀 想要长得不好看呀 我脸黑呀 我手长得不好看啊 是有点不好看哈 是有点不好看哈 不过这五刀弄枪的 谁还没个疤呀伤呢是不是 不过我这手 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 不信你试试 我穿着盔甲呢 我不像男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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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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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要真到了前线 跟那辽军厮杀起来 还不得要人的小命啊 我本来是带花的 左等你不来 右等你不来 花都蔫了 松宝 松宝 少将军 少将军 松宝 少将军 少将军 不好 快撤 大家快撤 躲好了 躲好了 别躲好 别躲好 躲好 老实点 老实点啊 愿怕富裕 地怕黄 愿怕太动 躲好了 烙冰虎怕少 好子怕毛毛怕弓 小劲儿就怕那个荒鼠烙 我要拉你的手嘞 我要拽你的手嘞 拉手手拽秀秀 你看这个你背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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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累不累啊 要不然你初留下来 也坐会儿歇会儿 松宝 松宝 松将军 松宝 松宝 来得真不是时候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只要我不死 我一定来 真的 那咱可说好了 我木龟英一定等你回来 松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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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回来请你 松将军 松将军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走吧 站住 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 把我打得狼狈不堪 要不然你这个预疗先锋 就做不了了 你等着我 你记住了 你不怕 那个天怕护韵地怕黄 愿怕烙病护怕赏 跑子怕猫毛怕狗 孝吉儿那个转怕晃熟浪 当管的就怕群不正 老百姓也怕管坛草 那个管要小了怕大管 管要大了怕皇上 皇上害怕夜王夜 夜王害怕长鱼晃 打麦麦就怕佩勒班 笑麦麦就怕不开掌 种片子就怕不狭狱 长戏的就怕饶饶洒 那个说怪熟的也有怕 就怕在丧子院里仗扣闯 我的小祖宗啊 你还想不想让你爹挂帅啊 你还想不想让大宋出兵啊 你看看 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 你却倒使劲 本来是不难办的事 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 宗宝啊 宗宝 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 玉疗大事你敢绞 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 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麻烦了你 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 你就要 你就要上房接瓦 你搬舌头砸锅了你 行了行了 宗宝啊 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 他人先锋关 不坏大事才怪呢 八妹说得对 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志气 你像个先锋关吗 这行军打仗 路边跑个兔子 蹦个蚂蚱 你 你是不是还要逮呀你 奶奶她踢我 你老大不小了 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宗宝他娘 以后不能再浇灌了 再浇灌哪 毁了 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 可是你们同意吗 我想让他下营操练 你们这个说太苦 那个说太累 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郡主啊 我们说我们的 你做你的 你别拿不准主意 还怨别人 再说了 这儿子是你的 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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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宋儿没有像你们说得那么差 他小小的年纪 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 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 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 像个小姑娘似的 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 能这样的去去去去欲聊 当心凤马 本姑娘 掀了你的帐篷 抢了你的马 还擒过你 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 要计谋吧没计谋 还欲聊先锋呢 慢点啊干练 小姐 小姐 乖呀 乖呀 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 你在家看好寨门 我下山一趟 你干嘛去啊 我也去 你去干嘛 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 去送降楼墓 停停停停停 爹 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你老梦我呀 你这个娃娃 那难道不是我梦你 还是你梦我啊 不是不是 这不对啊 不是你我梦你还是 那个对不对啊 爹 您是不是病了呀 什么病啊 我看那上次那事之后 你不但胆量小了 这脑子 这个也转不够弯了 您说 我今年才五十多 五十多 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 你看人家有的五十多 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 那人上山跟猴似的 那有的五十岁 走路还得跟胖子扶着 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 胡说 胡说八道 谁胡说了 我 爹 那人家送兵一来 你就把咱家的宝贝 就送给人了 你这脑子没坏没病 那谁有病啊 是不是 就是 这 你看 木瓜都说是了 他叫木瓜呢 真是 不准送啊 木瓜 请 恭送爹爹 走 不听他们那么唠叨 来 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走了 慢点 走 走 娘 二位嫂嫂辛苦了 这降龙木借来了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想想再 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 银梁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这 是他们不收 不收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 这事儿我儿别着急 老娘自有办法 宗宝 你给木寨主赔礼了 赔 赔了赔了 赔了礼他怎么说 他 他说 说了什么 他说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 还说我兵法用得太死 不配做先锋官 他是这么说的 不 他到底怎么说的 我 我忘了 忘了 您说这么大个人 连几句话都记不住 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行了 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 你要是想训 你就把他摘到你屋里训去 娘 咱不听他叫 走 我算是看出来了 只要宗宝在家 你们就东一句 西一句 没完没了的 不许臭啊 孙子 娘 过来 孙儿啊 你听奶奶的 这大战之前呢 要心平气和 暂时呢 才能心血不漏 宗宝啊 你身为先锋官 在战场上 需一马当先 身先士卒 这是咱们杨家的 传统和作风啊 嗯 你爷爷呀 伯伯呀 叔叔 他们都是这样 嗯 你呀 不仅要学他们 还需要比他们 还要勇敢 那才行呢 是 嗯 嗯 上了战场 就得勇往之浅 哎 没办法 我孙儿你多保重 奶奶担心你呀 奶奶 看您说的 我年轻力壮 没事儿 您放心吧 不管任何时候 我一定会把脑袋 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 活蹦乱跳地回来 我了解我孙儿 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 嗯 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 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 太危险 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我们会保护他的 娘 您就放心吧 放心吧 娘 放心吧 奶奶 娘 娘 孩子刚才一集忘了说了 这出征之前 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 而且啊 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 这唱戏就免了吧 这得唱啊 这得唱啊 为何不唱啊 得鼓舞士气啊 对对对 奸宁啊 和辽军奸细啊 正在关注咱们呢 正好给他们来一个 真真假假 嗯 那也好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 哎 望夫歌吧 好听是好听 可是不能顾示气啊 哎 倒灵芝吧 哎 这也可以 这可以啊 是啊是啊 是 好啊 就敞倒灵芝 好 倒灵芝 娘 孩儿去安排 啊 啊 唉 啊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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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宝啊 跟沈娘说说 你们在小树林里 站了几个回合呀 对 对呀 说说 说说说 站住 你回去之后 就跟他们说 把我打狼狈不堪 要不然你这个玉寥先锋 就当不成了 等着我 说说 那个木桂英 功夫还算可以 可是跟我交手 只有招架之功 毫无还手之力 我看见你们在树下 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 我一想就把他挑下马 然后想把他捆着压回来 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 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我一心软 我就把他给放了 放得好 既然人家求饶了 咱就不能做得太过分 是不是啊 是啊 宗宝啊 是将门之子 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啊 是吧 对对对 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 对对对 对对 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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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有一个橘子 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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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孩子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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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让木桂英擒住了 我说吧 你想请住她没那么容易 这件事 你能不能不说了 我没看错人 那丫头有勇有谋 不那么好动 她都请你两回了吧 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还不止这些呢 还有呢 火烧营帐 牵走马匹 摘走头盔 你都入了她的套了 宗宝 她是不是 向你表白了 行了 行了 别再说了 我不能不说 卧室 担心你爱上她 你别在这儿 疑神疑鬼的 我不会喜欢 让我丢脸的人 兄弟 我了解你 别看你心里不舒服 其实你已经佩服她了 我担心用不了多久 你就被她征服了 你太小看我杨宗宝了 这 你干嘛呢 打听到了吗 打听到了 你那杨宗宝啊 到处吹牛 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 无还手之力 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 什么人呢这是 那她有没有要来的招头呀 她现在专心带兵练武 怕是不会来了 臭小子 为她上了几堂课 还长心眼了 课不是吗 小姐 我看呀 是你把她教得来不了了 不过这事也不全越您 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 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还唱戏呢 是啊 唱什么戏啊 我记不太清了 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 还是咱们家人呢 牧连救母 不是这个 有一员大将 他要卖他的马 秦兄卖马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 那到底是什么呀 你说清楚呀 两个神仙打呀打的 要倒什么东西 倒灵芝 对对对 就是这出 倒灵芝 这会儿还看戏 那就是 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好嘞 你还不服啊 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 兵法用得是太死了 我在后营 一阳宫 你就调兵遣将 哎 你有没有听说过 唯卫救赵啊 我问你 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听说 你俩挺亲热的 赵妃说的 对 我哥告诉我的 你俩表面四打 实在约会 得了吧 他让我连失面子 我都恨死他了 你打不过人家 才恨 才喜欢 才佩服呢 哎 你 你烦不烦啊 你见了我就烦 见了他不烦 对不对 对 那又怎样 你 怎么了 洋葱卯 你站住 站不住 动作做到位 动作做到位 这次是为杨家军出征演出 大伙卖点力气 好好演呐 哥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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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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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停下 去去去去 走走走 下去 去去去去 快 二二位军爷 您这是 小姐驾到 小姐驾到 小姐 敢问 鞋子驾小了 忍着点啊 敢问姑娘 这位是 我们是天国府的 这是我们小姐 我说呢 这位姑娘 一看就是气质非凡 品味独特 浑然天成啊 有眼光 有眼光 来来来 快请坐 快请坐 上茶点 上茶点 请慢用 您请 小姐 您大驾光临 有何指教啊 今日来此呢 却有药事相谈 这道灵芝啊 老太君是很不喜欢 他想看新戏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降龙墓 哦 降龙墓 原谅小人 孤陋寡闻 这降龙墓 我真闻所未闻哪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 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 您就按照我说的研究室了 小姐 这已经这样了 献牌恐怕是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啦 来不及啦 果真来不及啦 果真来不及啦 来不及啦 来不及啦 真是来不及啦 真的 我要怎么办 真的是来不及啦 嗯 我 来得及不 来得及 来得及 来得及就好 好 班主 快快叫人来 姑娘给你说的说的 快叫人哪 马 马 马先生呢 快叫 快叫 执笔 执笔呀 这鞋子太小了 真是夹脚 来了 快 小姐让写什么 你就写什么 赶紧哪 你就写这个啊 大席三席啊 边关吃紧哪 你俩怕是看不成稻灵芝了 我给木寨主写了一封信 你们俩速速送去 还要带礼物吗 宗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 你要是送礼 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娘说得是 可是我们去了 木寨主能借给我们祥龙墓吗 木寨主他是个明氏里之人 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 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 就说 宗宝年幼不懂事 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 去吧 是 是 嗯 看见了吗 摄老太君通情达理呀 你看你 你看你 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 又偷走了人家马 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 人家没往心里去 老太君就是老太君 人家不过是借降龙墓一用嘛 是不是 来 桂莹 爹爹要是去送降龙墓的话 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吗 爹哪是那种人哪 大飞 来 来 咱们好好看看这情形 来 来 好了 放这儿吧 参见老太君 参见顾为将军 细问杨元帅代炳吃针 特推施新戏 祥龙墓 好 好戏 这戏好 好好好 唱得不错啊 好 好 敬请欣赏 好 好 娘 你看 他像不像松宝 我看啊 像 像极了 自古英雄出少年哪 我看 他比你们都强 此次去取降龙墓 山高路险 且能难倒我杨宗堡 木桂英 你给我出来 这儿 快快快 走 快 跟上 快 吃点东西吧 好 乌乃木桂英 闻听有人前来欲娶降龙墓 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好好好 木桂英 快快交出降龙墓 你赶快下马受降 本将军饶你不死 这降龙墓 乃山寨镇寨之宝 要取先过姑奶奶我 这一关 下马受降 饶你不死 你是说我呢 还是说你呢 好啊 我的心里 小泥 你是 一尊雕香 铁血沙肠 你是 沾马脱将 摄杖回乡 你是 羊脉女将 点点胭脂 你是 一尊零三 一朵丁香 我的眼中已是一个雄长 赤城天门一世 铁甲金刚 深仇舞台 一世千古绝长 今宿经过 一世一身戎装 银子洒霜 未无良相 你的缅分 终花而浪 既然衷心 满腹桃月 你的缅分 天香无双 银子洒霜 未无良相 你的缅分 终花而浪 尺盘衷心 万福桃月 你的缅分 天香无双